大家好 欢迎收看凤凰美洲快讯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今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继续竞选拉票活动 他在对一个煤炭行业协会演讲时 谈到北卡罗来纳州下落特市连续两晚发生的紧密冲突超乱 称若自己上台执政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留意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北卡罗来纳州下落特市警察枪杀黑人事件 引发的紧密冲突持续发酵 在第二晚示威活动中 有44人被捕 9人受伤其中包括5名警察 北卡州长迈克罗伊 近日在凌晨宣布 北卡进入禁忌状态 并派出国民警卫队和公路巡警到现场为安 迈克罗伊表示他理解大家担忧 失望与愤怒的心情 但是绝不纵容暴力 下落特市市长罗伯茨也向示威人群发出和平的呼吁 指出暴力并不是唯一的答案 据悉在昨晚的游行中警察向抗议民众投掷催泪弹 示威者则投掷垃圾桶和花盆回应 警方于昨日上午再次叙述了该事件的经过 称斯科特当时持有一把枪 并且没有听从警察要求他把枪放下的命令 而斯科特的家人则公开指出 案发当时他手持一本书而非手枪 目前事件仍在调查之中 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和妻子普利·希拉臣 宣布其慈善资金于未来十年内将捐出30亿美元 设立陈扎克伯格科学项目来协助加速基本科学研究 希望在本世纪结束前能将所有疾病治愈控制或根除 普利·希拉臣指出 他和政府认为寻找到防治一切疾病的方法是有可能的 因此设立该项目 通过与各方专业人士的紧密合作来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扎克伯格表示该项目并不是确保人类不再生病 而是要找出可以对抗一切疾病的治疗方法 至少要能够控制病情彻底消除绝症 活动当天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出席了项目的启动仪式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据最新的调查显示 全美有22%的成人拥有枪支 其中大约近半数人每人持有一至两支枪 有3%的人口持有一点33亿支枪 每人持有8支到140支枪 此项由哈佛大学和东北大学发起的调查显示 全美私人枪支总数为2.65亿支 大量囤积枪支的超级拥枪者表示 投资保值历史意义 担心个人安全皆为持枪的理由 其中三分之二的拥枪者表示 自卫是他们买枪的主要原因 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 枪支能够保值相当于一种投资 导致部分收藏家将其作为一种潜在的退休金来源 据报道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市目前正在筹备设立 全美第一个由政府出资的海洛因注射诊所 以此来减少毒品使用者发生用毒过量 感染艾滋病毒以及其他感染等相关疾病 提高他们恢复正常生活的机会 在一份长达99页的研究报告中 西雅图市专案小组建议在西雅图市和郊区 建立两个安全注射海洛因的设施 吸毒者可以在医护人员的监视下 合法在里面注射毒品 如果发生意外 医护人员可以直接进行急救或召唤救护车送医 但这个做法仍然会面临法律和政治的挑战 批评者认为应该用预防和治疗来对付毒瘾 而不是以此来助长用毒 据联合国今年夏天发布的报告显示 自2000年以来 美国因海洛因死亡的人数增加了5倍 使用海洛因上瘾的美国人增加了3倍 达到100万人 如果注射海洛因安全点的项目能实现 这将成为全美首创 加拿大方面 加拿大联邦政府将其必须持电子签证ETA入境的宽容期 推后至2016年11月9日 这意味着从11月10日开始 所有加拿大国籍持有者 包括双国籍人士 在加拿大入境时 必须在登机时出示其加拿大护照 所有加拿大的免签旅客 则都需持电子签证ETA登机 而华人留学生和临时工作人士 则依据自身不同情况受到影响 加拿大联邦政府于2016年3月起 正式实施了电子签证ETA政策 这被视作是美加两国协同 加强国家安全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 最初联邦政府设置了一项长达6个月的宽容期 以帮助航空旅客熟悉这项政策 现在政府将宽容期限延后至11月9日 以便更多人能够熟悉政策配合执行 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 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 US进行订阅 我是孟如 不要走开 继续为您带来凤典微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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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